本江新冠疫情持續攀升 在過去兩個星期 兒童感染新冠肺炎急增 當中3歲以下染疫的幼童升近3成 包括一名27個月大的男幼童 確診並患上思考症 需要入住深切治療報治療 專家指兒童染疫後會好易出現重症 還會引起多種長身冠後遺症狀 近期一名病童懷疑被病毒攻擊腦部 出現短暫的失明 而更加令人擔心的是 至今已有近60名病童 在康復後都出現了兒童多系統發炎綜合症 數目比3個月前增加了一倍 在過去兩個星期 一共有4,600多名的9歲以下兒童檢疫 當中1,130宗是3歲以下的幼童 其中一名染疫兒童 出現短暫失明的長身冠症狀 每日一至兩次 每次持續10秒至30秒 暫時原因不明 亦有一名10歲男童 在新冠康復約4個禮拜後 患上兒童多系統發炎綜合症 出現右頸淋巴腫脹 持續發高燒、紅顏、全身紅疹、草莓蝕等症狀 據了解啟德兒童醫院 今年亦會開前門診 將已連為單位 長期跟進兒童MISC的個案 臨近進入秋冬季 大家留在室內的機會比較高 而且正直流感高峰期 呼吸系統病毒會更活躍 把發生一波疫情的可能性亦更高 而幼童感染新冠病毒後 重症和死亡風險亦比流感高兩倍 當中應由而出現老神經病發症的機會 亦更加高 所以家長絕對不可以掉以輕心 專家指 染疫的兒童出現重症後 即使接受足夠的治療 百分百復原的機會亦較低 呼籲家長盡快帶子女接種新冠疫苗 趕在冬季疫情反彈前做好保護 醫管局亦表示 現時連滿六個月的嬰幼童 已經可以接種新冠疫苗 呼籲家長盡快帶子女打針 專家說 流感疫苗和新冠疫苗可以同時接種 你家旗的小朋友打了針沒有? 你會不會擔心長新冠呢? 歡迎在評論區 留下你的看法 建議 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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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